接下来的话我们把就是做一下官方的一些靶场吧 就是一些关于业务逻辑漏洞的靶场 带你们做一下吧 重新开一下这个bub 谢谢 谢谢 嗯 我们已经登录了对吧 这个没有账号的话 你们自己注册一下 我们点一下这个olab 找到 找到我们的 业务逻辑漏洞 在最底下这个位置 business logic volubility对吧 volubilities 我们一个来看 首先第一个 叫excessive trust in client side control 什么意思 叫什么 过度 信任 对吧 过度信任 在什么端 客户端这边 就是客户端控制 就对客户端控制的 过度信任 就是太什么 太信任客户端 就我们刚才做的 那个vbug 里面的第一个支付漏洞呢 其实就是什么 也是属于对客户端的过度信任 看一下要求啊 他说 这个实验呢 没有没有充分的验证用户的输入 对吧 你可以利用这个什么逻辑 有缺陷的逻辑 在购买的时候 有什么 有漏洞的 就是逻辑漏洞 去什么 就是在他购买流程 去买一件商品 使用一个什么 合适的价格 或者说 恶意的价格 对吧 去购买 然后他要买的这个商品呢 是一件夹克 jacket 就是第一件商品 那个要一千 价格挺高的 一千多美金 我们访问这个 assesslab 访问一下这个实验室 他给我们一个普通的账号 叫winner 密码是Peter 我们用这个普通账号去登录 就可以 先登录吧 这个要买的商品 就是第一个 Viller Peter 先登录 然后包包这边 等一下再来看 回到首页 我们现在的余额呢 是100块钱 对吧 我们的要求呢 就是买这一件商品 1337的 这个美金的商品 我们来尝试着购买一下 先把整个历史给他清空 先点查看详情 然后在下面呢 有一个添加到购物车 对吧 这个时候又会产生一个请求 然后购物车在这里啊 点一下这个购物车 这里是可以支付的 下面这个place order呢 就是支付嘛 支付 这里有一个打折券嘛 如果你有打折券的话呢 可以在这里应用这个打折券 那我们现在在这里不需要 然后这个价格1337 那我们现在这样直接买的话呢 肯定是买不了的吧 我们可以尝试点一下 看一下他会做一个checkout 看到没有 做一个检查 checkout成功 就如果是失败的话呢 返回的是一个error嘛 报的是一个error的错误 访问的是一个error的这个页面啊 嗯 页面啊 就这里 请求这下面 那这个时候 你看一下在整个支付流程中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的东西呢 哎 我们看一下在这个添加到购物车这个环节 可以发现他的商品呢 这个是他的id 这是重定向到哪个就是位置对吧 然后这个是什么 嗯 数量嘛 Quality Quality 对吧 然后price 这个是价格 这里价格是13700 这显示13700 应该是什么 实际上应该是137.00吧 但是他这里显示 嗯 是13700 所以注意一下 嗯 嗯 那这个价格 呃 就说可有没有可能存在这种支付漏洞呢 就说我改了价格之后 他就可以能能够怎么 这商品的价格就是这么多 对吧 就是我当我把这个商品添加到购物车的时候 有一号商品嘛 他的价格我改了之后 我就可以以这个价格去买他的商品呢 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对不对 先试一下 就第一个不会太难 就应该是很简单的 这个就可以直接实现 嗯 嗯 我们把这个send to repeat吧 然后 把这个商品先清空烫 鱼除掉 然后我们在这边呢 把这个价格改掉 就改成0.01 0.01 然后发送 嗯 商品的编号是1 也就是说那件夹克啊 就是编号1的 send 看一下 嗯 请求啊 就是 报错 他说什么 错误的 无效的数量 嗯 无效的参数 错了吗 没有错吧 price 0.01 0.01 先把这个数量改正常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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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7 0.01 然后点send 好 那这边刷新一下 重新点一下购物车 应该是不是添加成功 那我们在这个基础上 把他的价格给他改一下 改成0.01 再提交 嗯 1的0.01太低了 0.01是不是就是1啊 0.01的话这个价格可能太低 我们换一个其他的 好 如果是1 价格是1的话 是不是没有问题 302啊 因为他数量太小了 价格 我们再刷新一下 好这个时候呢发现 我们这件夹克的价格呢 变成了 0.01 看到没有 那这个时候我们买 一件或者两件 你是不是可以买很多件 直接price order 提交就可以了 啊 这个是 第一个实验很简单 就直接通过修改这个价格 啊 因为他是 对客户端太过信任导致的 这是第一个 你再看 下面的这个 看第二个 看第二个 第二个是 这个high level 然后同 与他同类的这个 你们自己去做一下 就是这些这两个都属于 对 客户端太过信任的 我们看一下第二个 高级 高级 high level logic volibility 高级 逻辑漏洞 高等级的逻辑漏洞 嗯 要求啊 描述也是一样的啊 就是说 最终的目的是 买这个夹克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普通的用户的账号去登录 我们清空一下这里面的信息 然后重新登录一下 peter 回到首页啊 观察一下 就是我们在整个购买的一个流程啊 我们先观察一下 呃像刚才一样 我们点 查看详情 看一下包的变化 然后添加到购物车 我们添加购物车这一步啊 他是 发了一个post的请求 对不对 然后里面的数据看一下和刚才有什么区别 这个价格就不是在客户端这边操作了吧 对吧 他由服务端来控制啊 不用客户端来操作不能修改了 所以这个时候 嗯 那怎么办呢 嗯 价格不能修改 但是什么能够改 能够改了一下 数量对吧 数量是不是可以改 啊 0.001 好 我们把数量我们对数量做一下修改吧 他能够修改的就是这个数量 还有编号吗 编号我们不能改 对吧 我们要改的是我们要买的是编号唯一的这个商品啊 所以我们改一下数量 嗯 讲说我把数量改成复数 可不可以呢 讲一讲 假说我把数量改成复1 然后send 302 对吧好像没有问题 看一下 看一下 没有问题我们先把这个数量改成正的啊 哎 其实已经有了 他也有一些延迟啊 你看一下这个数量是变成负1了呀 等于说我们现在要扣要扣的钱是负的133700 对吧 就是他没有对这个什么数量做一个验证吧 他可以输入负数 那我们怎么去购买 商品呢 想一想 好我们把这个数量呢 调整成什么 正的 对吧 正的啊 给他一个1 我们要买的目标是买一键嘛 我们先把这个数量 把这个一键夹克呢 加到这个购物车里面 然后 改一下什么 商品的ID 买其他的商品 我们用负的 数量 然后呢跟这个什么夹克的这个价格是不是抵消啊 来购买这个夹克是不是可以这么做 对不对 是可以这么做吧 那做法呢就是二 二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价格是多少 编号为二的商品的这个价格 67 那算一算 我要买多少件商品才能够买的起这件夹克 就做除法运算嘛 1337除以什么 67吧 19 那我是不是要买-19啊 对-19 那我就改一下 把这个数量改成-20嘛 加上原来见正的是不是 就是-19 多少 多少 我现在100个钱58个钱 所以我买了-19件 这个不知道什么商品啊 reallife什么photo shopping是什么东西 相框吗 像照片吗 不管啊我们购买 这是一种啊 这也是一种啊支付漏洞嘛 叫复数绕过对吧 但是他发不发货就不知道了 他给你发他他还要找你要19件商品质 如果是复数的话 照这样算的话 但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啊 这也算支付漏洞 然后我们继续看下一个 下一个呢 是这个low level logic flow 刚才是这个high level low level 描述呢还是一样的 就说这个 呃站点呢存在什么 存在这个 没有验证 没有充分验证用户的输入 我们需要购买一件夹克 然后账号是 普通的账号对吧 然后 这里有一个hint 有一个提示啊 因为你直接去猜的话呢 可能很难想到啊 所以你可以大概看一下这个提示 这个提示说 你这个价格 在增长的话 是不是有可能会达到什么 他的最大值 对不对 最大值就是你这个什么总价的 你是要用一个什么数据结构来保存 我们这个总价嘛 那你用哪一种数据类型呢 对不对 每一种数据类型 它的范围都不同 比如说我们整形的话呢 那范围是21 就这里假设我们猜是整形 但你也可以什么 一直加这个总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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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我们添加这个商品 就是添加一键 那我最多一次性啊 就说我如果只添加一键的话 我要满足这个什么商品的总额的话 其实你一键一键加的话呢 是不是要很久啊 那我能不能一次加多几键 这里我改一下数量是不是可以了 我们把这个包发送给你了 Repeater对吧 然后把这个数量改 但是这个线就是它的什么 总数啊是有限制的 这里假如说你改成100 然后send 这包错了呀 他说错误的数量对吧 那我们改成99呢 没问题对呗 那说明什么 一次性添加的话呢 最多是不是只能添加99件到你的购物车 那我们看一下现在的这个总额啊 总的price呢是这么多 那难道要我要我手动的一个个去加吗 那send to intruder对吧 然后把这个repeater这个请求 那不用也可以直接在这里呢 把它send to intruder 然后把这里都清空掉嘛 把数量改成什么99 类型啊 类型用默认的sliper就行了 那类型嘛 什么都不需要改对吧 生成多少个 生成多少个 然后这里资源池最大并发10次 生成多少个 呃 这里我们可以选择continue identifintility对不对 fintility就是持续的什么 持续的去 呃 生成这个请求 生成弄请求 我们不限制它的数量对吧 我们想让它什么时候停就什么时候停 那其实我们这里可以什么 这样通过这个方法去观察 就是这个总额的变化 这里因为我通过千里眼呢 已经观察到它的类型是整形 就是说这个总额的类型是整形 它的范围是2147483647 负的然后到正的2147483647 我们要买这个商品的话 我们应该什么买多少件呢 其实可以算一下对吧 算出来 就是这个值 到2147483647的时候 然后继续什么 它继续走负数嘛 等负数全部走完 我们要到又回到了吗 回到正数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样就算 嗯 啊 负2147 就是2147483647 如果加了1之后就变成了什么 负的2147483647 然后我们再去加1就在什么 意思类推 就是要算两个什么2147483647 再除以什么商品的单价吗 单价是137133700吗 对不对 那个价格是不是后面有两个领导 那这样算 然后再除以什么 除以99 就是我们要买多少次 或者说刚开始 我们不知道它类型的话 就什么 一个个去什么 让它一直的去添加添加 看总额的变化 看它什么时候变成负数 如果它没有做这种溢出的处理的话 因为这个是属于什么 溢出的数据的溢出 绕过对不对 溢出漏洞 所以你可以算一下 就是2147483647 乘以什么2等于 然后再除以什么133700 等于说我们要购买什么 3万多件才满足什么 满足这个值 到最小 就是负数的最小 然后呢 我们再什么 不是负数最小 是负数的最大 对吧 负数接近0的那个值吗 然后再什么 再除以99 因为我们现在一次是什么 发99件 加99件 所以是要发什么 大概324次左右 那我们来拉包咯 这生成多少个请就 324 当然注意一下 这里有一个资源池啊 这资源池就是 最大并发数是10 是10 所以它一次 所以它刚开始会什么 直接发10个 10次 对到时候会计算的话 会有一个问题 这个数量会有一些差别 你先攻击吧 不管它 哦 我原来是已经有100件了 对吧 等一下 按暂停啊 等一下按暂停啊 嗯 多少来着 100件 不对 是320 323啊 继续 还早 已经完了 这个关系 我们看一下这个价钱啊 嗯 还不够吧 30988 我们刚才算出来要多少 就是323 就是3 3多少 32123吧 我记得 就是总件数啊 是32123 我记得 那这个3现在是多少 30988还差多少 计算器算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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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8 呃 我再发10个包 差不多吧 1010个包还不够 10个包是1000吗 我们先发10个 不够再继续慢慢加 对吧 一个一个加 嗯 先发10个 那就是10 10个 嗯 嗯 然后把这个 值改改小一点吧 还差多少 我们把数量改成10 32123 50 呃 123 减去呢 77 46 46 那我们一个一个发吧 一个一个发 那就是发46个包 嗯 可以了 看到了这个价格是 负的1221.96 然后买了30万多件 对吧 那怎么把它变成正的呢 加1就变成正的了吗 啊 不能加1啊 我们找一件商品 然后呢 买 数量超过什么 超过这个值 就是让他们两个嘛 一一一算对得到一个证数 就可以了 我们二号商品是多少钱来着 六十几 68对吧 要买多少钱才能够 就是要 1221除以什么 68 6件 是吗 不对 哈哈哈哈 除以什么 68 好 18件 18件 那我就买 19了 那我们重新 把这个关掉 把这个编号呢 改成了 2 数量呢 改成了 19 先19啊 试一下 可以 哦 不是 刚才不是二吗 刚才的那个商品ID 哦 这里的 这里的不同了吧 这个ID变了 对吧 这个这个价格 这是多少来着 17块钱 那我还要多少 这 那算一下 122 2 2 860多 860多 867除以什么 17点 18吧 48点 48 哦 这里 这里可以 没错吧 错了吗 没错 再买48件 其实你可以找一个大一点的商品 大大单价的商品 因为我们编号这个错了 这个价格 实时我们再加加一键就可以了 变成正的了 2块1 他提出我登录啊 我还没有登录啊 这个我们就不登录了啊 就是就你登录之后你再提交就可以了 就是这是第二个 这个漏洞场 这种漏洞呢 就是叫 数据什么 溢出导致的支付漏洞 就是我们讲的第三个 然后接着来看下一个是 叫inconsistent handing of exceptional input 就是什么异常输入的不一致处理吧 这个叫这consistent是一致 然后inconsistent不一致handling是处理 然后这个是什么异常输入 就except是期望的输入吗 然后except node就是说异常的输入 然后这里有提示啊 这个实验 这个实验不是购买商品目标 这个实验的目标呢是 你可以利用这个逻辑的漏洞 逻辑的缺陷对吧 在他的账号注册过程中添加访问道 administrative function 就是访问道 管理面板管理功能 我们要通关这个实验呢 我们要访问admin这个panel面板 然后去删除那个carlos用户卡洛斯 就是我们要利用 譜应该是 注册过程中的这种缺陷啊 来访问他的管理面板 来上问一下 这里有一个提示吧 然后上面呢看这里有一个什么emailclient 就是一个邮件客户端 我们可以在这里呢 查到注册的时候我们收到的什么邮件 好那我们在这个界面呢 假如说他要访问管理面板对不对 那我们上尝试着去什么 访问一下admin这个url 然后看一下这个报提示啊 他说admin interface呢 only available if not logged in as a don't wanna cry user 就是东方的快据实习就是一个公司的名称吧 就是你必须是这个公司的用户 你登录的时候 你才能够使用这个的命这个面板去管理用户 对不对 好那就是公司自己的内部的一个邮箱 好 我的账号现在我还没有登录吧 我们先得什么去注册吧 注册一个账号来试一下 那 register 嗯 他说如果你工作于 你如果你是为don't wanna cry工作的话呢 请使用什么你的名字 at don't wanna cry.com这个邮箱地址去注册 并且登录这里是注册 但是我不是这个公司的用户吧 或者工作人员对不对 但是我们自己的邮箱 可以通过这个email客户端可以去查看到啊 就是 先点一下这个email client 看一下我们 的邮箱是什么 就我自己有的邮箱是什么 看这里啊我的邮箱是什么attacker at什么什么对吧 什么什么.net 这个邮箱可以用哪里呢 去接收邮件 假设我去注册一个账号 这个账号 邮箱 邮箱是这个 我们回到实验室 back to lab 然后注册 我们使用刚才的这个邮件 把邮箱去注册 这是用户名 用户名 假如我用test1吧 然后邮箱 密码123456注册 然后他要求我们去查看邮箱 去激活我们的用户吧 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邮箱客户端 是不是收到一份邮箱 我们点一下这个邮箱里面的这个 UIL 去激活 邮箱吧 然后我们常用这个邮箱去登录 这里直接写用户名 不用一双地址 test1 还是11 test1吧 123456登录 好这是我的账号码 那我现在假如说我以这个邮箱的 身份去什么 我以这个用户的身份去访问 我的命可以吗 我的命这个面板可以吗 是不是不行啊 他说哎 你必须是吗 是don't wanna cry的用户对吧 所以怎么做呢 其实我们可以什么就是说有时候呢 我们可以构建这样一种啊邮箱的名字啊 attacker嘛 对吧 我去看一下我们的客户端邮箱啊 我们的邮箱现在是这个 或者我们后面的域名是这个吗 是什么 exploit 杠什么什么点什么什么点抗对吧 那假设啊 呃 我们去注册一个这样的邮箱 比如说 tacker add don't wanna cry 对不对 然后点 注册一个这样的邮箱 假设他什么只检测 add后面的don't wanna cry 后面还有个什么点抗 然后再加个点 exploit 好那我们的域名呢实际上 后面这个才是域名吧 前面这个其实不是域名对吧 但是他如果什么只是检测add后面的这个什么 don't wanna cry 只是取这个来判断他是不是我们的用户的话 是不是我们公司的邮箱的话 那我们是可以通过检测的 然后呃 我们客户端这边呢是可以收到的吗 发往这个邮箱的邮件 这样是可以的 但是 他不不能还是不能防问什么的命这个面板 就管理面板 忘掉了 那这个时候 嗯 这个时候呢我们去 我们得去构建一下呢 这个用户就是 邮箱的地址 这个是有这个时候我们考虑一下这个邮箱地址 就是他在获取 邮箱地址的时候 或者说他在验证这个邮箱地址的时候 长度是不是有限制呢 是不是取 一定长一定什么长度的字符呢 我们可以这么做啊就是 首先 这个邮箱是可以 就是我们注册这种邮箱的话呢 是可以被我们的客户端接收到这个邮件的 可以正常注册成功的啊 那假设 他在注册我们先退出啊 不用这个登录 就是 嗯 我们将用户名呢 设置为这种 长字符串 就是将这个TAC呢 换成长的字符串 多长呢 一般字符串的范围呢 这种 从最短的可能就是255对吧 255开始会做一个限制 假设我们以255 那这里的话其实就是什么 它的限制是255啊 把这个 字符串的长度啊 让它 到255左右 就是这一 用户名 at.com 这一部分 让它呢 到现在是275 我们删掉一些 然后看一下 这是266 我们还要删 删10个左右 就是256啊 去掉一个 是不是刚好是什么255啊 对吧 然后我们以这个账号作为什么 作为邮箱地址去注册 然后 它在验证的时候呢 就会把 255超过255长度的后面的呢 给它去掉 是不是只留下什么 后面的 用户名 at.com 这个东西 后面是不是去掉了 对吧 这样 这种 邮箱的话呢 就是我们 东万快这个公司用的邮箱 那说明 它 可以是吗 收到这个邮箱 收到这个邮箱 公司的 用公司的邮箱 收到邮箱 那说明你是公司的员工 好 我们来试一下 用户名 我们用test2吧 刚才是test1 然后邮箱 是我们这样一长串的邮箱 密码了123456 注册 然后呢 回到我们的客户端 邮箱客户端这边 看一下能不能收到这个 激活的邮件 有吧 点一下这个邮件 激活我们的邮箱账号 然后登录 登录的时候呢 其实你发现它不用邮箱地址去登录 对吧 它是用用户名去登录的 你的用户名是test2 密码是123456 然后login 哎 看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后面那一段是不是没了呀 对吧 因为它什么 它是 对这个邮箱的长度做了一个限制 就是后面那一段它不会什么 不会取 就它的这个email 不会取后面这一段 现在能不能访问管理面板看这里 因为它检测到你这个邮箱是你东方快点看嘛 所以它有一个管理面板 然后你进入管理面板 然后呢 这里面是不是很多用户啊 我把carlos用户删掉 那这个实验就做出来了 对吧 就这样子 这个叫不一致的 处理啊 就是 就是 异常输入的 规置处理 这种异常输入的规置处理 我们再做一个吧 再做一个我们就差不多差不多剩下的每天再讲 叫做一个什么 inconsistent inconsistent security control 叫不一致的呢 安全控制 当然这个就是说这些实验之前呢 都会有一个 介绍啊 就它会告诉你 漏基本上漏洞的原理 对吧 怎么漏洞原理是什么 然后看完之后再去做这个实验 那我们的这个要求最终的要求也是什么 去删除 访问这个管理管理面板 然后删除那个carlos用户 先去注册一个邮箱 这个邮箱呢 这个邮箱我们用attacker 这里开了这么多把它关掉 用用这个自己的邮箱去注册 用户的话呢 叫做alice吧 邮箱是attack 密码123456 然后注册 去到这个邮箱客户端 去到这个邮箱客户端 然后激活我们的邮箱 激活用户 然后登录 叫alice 密码123456 看一下 你会发现呢 它这里呢是可以直接修改邮箱的 修改邮箱的 那是不是意味着啊 我们现在呢 假如说不修改邮箱去访问耳的命可以吗 不行对不对 好返回 那那是不是意味着我这里能直接改这个 我能不能直接改这个邮箱呢 它需要做认证吗 或者需要验证吗 需要激活吗 我们直接改邮箱的话 你发现 它这个这个界面呢 是没有做这种验证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叫什么 不一致的什么 这种控制吗 安全控制吗 比如说随便一个邮箱用户名 你add 什么 动 动 wonderprime.com 直接修改 是不是直接改掉了 改掉之后再去访问耳的命 是不是可以直接看到啊 然后点删除这个colors 这个很简单啊 所以这个呃 这种漏洞能出现的吗 原因是你没有再修改油箱的时候 没有什么做验证吧 对吧 没有没有需要什么 重新的去 油箱里面呢 去激活 去验证 导致用户直接什么 就是他用自己的邮箱第一次 注册之后呢 再用直接什么 可以直接修改为你这个公司账号的邮箱 就是这个叫不一致的安全控制 这几个实验 我们先讲到这里吧 下 明天的话呢 我们把后面的 后面的讲 讲完了 好 好 然后你们自己可以提前先去刷一下 刷一下这些关关的题目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